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就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因为2022年神在台北灵粮堂行了大事 无论是重大的专案 无论是软体的建造 无论是制度上的调整跟修改 我们这次看见神在我们前面 引导这个教会大步向前 那当然今年马上要过春节了 所以我在这里先代表执事会 跟大家拜个早年 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 做功得习 阿们 感谢主 今天要跟大家来报告的 来分享的题目就是 敬载们跟走小路成为得胜者 为什么会挑这个题目 为什么讲这样的一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月 我们读经的进度是进到哪里 马太福音 那马太福音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刚刚读完登山宝训 对不对 那登山宝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 号称天国的大宪章 然后在登山宝训 就是马太福音 五六七三章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特别觉得神在光照 第七章 以前我们都在前面读 那前面八福 然后主导文 一路这样子下来 到了这个第七章 前段的时候 黄金这个规则 就是Golden Rule 那这一条也提出来 你要人怎么带你 你要先怎么样带人 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 变成今天的题目 然后第七章的下半段 一直到最后结束 到主耶稣下山为止 其实主耶稣讲了 很重要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 可是我们往往我们会 把我们的焦点 更多放在前半段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讲 七章的下半段 而且我们把它分作 三个段落来讲 那这三个段落 其实是主耶稣对 所有的门徒 有非常重要的提醒 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来思想 这些的话语 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六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 你们要进窗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早着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 岂能栽葡萄呢 吉里里 岂能栽无花果呢 凡称呼我 主啊 主啊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 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 奉你的名 赶鬼 奉你的名 行许多义人吗 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是说 将今天的信息 托付在主的手中 让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也愿你的圣灵 在这里自由的运行 让讲的 让听的同盟造就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可以分作 三个大的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 宰门 小路 什么是宰门跟小路 等一下会跟各位说明 第二段 其实就是说要提防 提防假先知 第三段更重要了 第三段就是说 不是称呼主名的人 都能够进神的国 这个就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会觉得 主耶稣为什么会在登山宝训的结尾的时候 重新来跟大家 重新来跟大家 重新 我觉得它好像一个 一个 summary 它wrap up 它前面它所讲的 然后再加强 再提醒 属神的门徒们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留心 甚至有些语气 听起来 解经家告诉我们 它是用警告的含义在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花一些时间 我们好好来 把这三段的经文把它拆解 然后我们一起来 从当中来看见神的亮光 第一个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什么叫做窄门 什么叫做小路 什么又是宽门 什么又是大路呢 主耶稣就是窄门 跟小路 宽门跟大路 则是指当时法利赛人 所代表不合天父旨意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跟主流文化 我们常常喜欢用 进窄门走小路 是跟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说你要进窄门 要走小路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来看 登山宝训 整个登山宝训 不是对未信主的朋友们讲 他是对谁 他是对门徒讲的 就是在座我们这些 已经属神的儿女 主耶稣在这里 特别对我们来说 所以我们已经属神的儿女 为什么我们还要被提醒 要进窄门走小路 那我们也知道 登山宝训 他其实的对照主 在当时所强调的对照主 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 主耶稣说 他们是宽门 他们是大路 我这边是窄门 是小路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 主耶稣说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路得草吃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也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登山宝训 他所要提醒我们 就是不要像文士跟法利赛人 五章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过 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只看重外貌 他们不看重内心 他们心里面所想的 可能充满了肮脏污秽 还记得主耶稣有一次 责难法利赛人说他们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充满了肮脏跟污秽 那什么是禁宰门 与走小路 禁宰门就是舍己 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 路加福经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 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禁宰门就是舍己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常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真的背起他的十字架 就是我口里神的心里相信 让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 能够涂抹接近遮盖我 可是如果我们倒带 我们看路加福音 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有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还没有 那他讲的十字架 对于当时门徒们听了以后 他们脑海中所浮现的 Picture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罗马 是罗马统治的那个年代 其实他们如果说被判了死刑 囚犯要背着他的十字架 背到城外被钉死 所以那个时代 那个环境 他们一看到十字架 一个人背着一个十字架 他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命 已经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了 对不对 他的命属于罗马政府 因为罗马政府已经夺走他的这条命 他要走在受刑的那条路上 所以当主耶稣说 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 门徒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说 我这条命不再属于我了 是属于谁 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喜欢挂十字架的项链 常常挂十字架上链 我们常常要想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生命 全然降伏 全然伪生给我们的生 还是只是挂好看 第二个 走小路就是分别为圣 不与世俗为有 天天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跟随主的脚踪行 遵行天父的旨意 走小路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彼得在他的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写到 你们蒙昭源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跟随主的脚踪行 就是要走小路 就是要我们分别为圣 走小路真的是不容易 大家小时候 我那个年代光在脚丫子 他们那个稻子收割以后 那个田梗 很窄的一条路 对不对 我们就在上面跑 走小路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一不小心就跌到旁边去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与世俗为友 也不要左顾右盼 不要一闪神就跌下去 所以走小路真是要定睛 跟随主的脚踪来行 第三个 坚持进宰门 走小路的诀窍是什么 要依靠圣灵 我们刚才说 我要进宰门 我要走小路 我所有东西 我靠我自己来 我跟各位保证 我试过 靠自己是不成的 走那个田梗 常常是我跌下去的 我们这时候只有靠神的 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偏左右 单单行在祂的道路上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权力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什么 做我的见证 要活出见证不是靠我们 大家就会说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是要有好的行为 表现在外 那个不是装出来的 那是沉于中则行于外 当你里面有和神心意的生命 你自然而然会展现出 神主耶稣的样式来 别人会被你来吸引 所以一定要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方能成事 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千万不要靠自己 要靠着圣灵向着标杆直跑 更不要冷淡退后 所以依靠圣灵分别为圣 不要与世人为伍 自己做主 自以为义 甚至假冒为善 所以第一段的经文是在讲什么 进窄门走小路 要闪躲 不要去进宽门走大路 进宽门走大路 很多时候是我们很 自然就会走下去 我常常跟我们在职场的小组的 弟兄姐妹们分享 我说进宽门走大路 好像低心引力 你根本不用费力 你把这个 这个不能摔 这个一松手 它一定砸到地上 唯有靠圣灵的力量 才能把我们撑住 我们才能够进窄门 我们才能够走小路 所以千万不要靠自己 这是第一段的经文 第二段的经文 主耶稣 对静宽门走小路的提醒 其实我这里用提醒 两个字是比较温和的用词 解经家说警告 主耶稣警告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因为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这里所讲的 是指没有重生得救的假基督徒 甚至是教会的领袖 凭着外貌虚假的敬前 内心却充满了个人的私欲 跟不良的动机 无意或者是有意的 去欺骗其他的基督徒 以获得他个人的利益 就如同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喜欢做冗长的祷告 他喜欢做宴会桌的手桌 就是让别人来看到他 他的内心常常是 show off他自己 从来没有想到 主耶稣的样式是什么 柔和谦卑 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 要留意这些披着羊皮的狼 相信大家都有被基督徒欺骗的 经验 点头吗 哇 这堂真的是感谢神 都没有被骗那么多 因为我在职场的年数比较多 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人跟我在见面的时候 就会说 黄杰弟兄 我也在台北领量堂 我经常听你讲道 然后真的讲得很好 我心里我在想 我一年才讲一次 你还经常听我讲道 我不晓得听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然后如果我真的相信他了 我到了后面 搞不好被他卖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他通常 人通常比较诡诈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 把你的戒心松弛掉 我是基督徒耶 你也是基督徒耶 我们是弟兄 我们是姐妹 对不对 小心喔 我那一点点的经验 有的时候会让我痛不欲生 而且有的时候 因为对方错误的见证 会伤害到团队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后来我自己研发了一个办法 你也是台北领养堂 我说 他说是啊是啊 黄坚值是我知道 我台北领养堂 那我接下来就问 请问你哪一个牧区 还有牧区喔 然后他就穿帮 如果他跟我说 我是以前永正牧师的羊 那我听了 信中牧师的羊 那我听了就心里踏实很多 对不对 因为他不是忽悠我 好 在这里同样的一件事情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 这些假先知 第一个 不要被假先知 假教师的外貌所骗 有几点要注意 第二点 是凭着果子 就可以认出 假先知的本性来 果子是什么 果子我们第一个要问 他是否结出 好品格果子的见证 在这里我用 马太福音三章七到八节 施洗约翰在责备 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看见他们来受洗 他就直接跟他们讲 第八节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我会认识 我在这里请教大家 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 他信主了之后 成为主的门徒之前跟之后 会不会有改变 感谢主 点头的人多很多 代表各位真的是都有改变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之前 跟信主之后 before跟after all the same 讲真话 我会很担心 因为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 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有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行为模式会跟以前不一样 我在这里举一个见证 我们在职场小组的一位弟兄 他在没有信主之前 其实他蛮凶的 然后他的凶的情况 他在他的办公室 他要骂一个人 从这里可以骂到那个大门口 然后整个办公室都吓到 可是他后来信主以后变了 他开始学习柔和谦卑 不是他刻意去假装 而是他的生命 自然而然 转化跟改变 后来他们的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很好 而且他们的业绩蒸蒸日上 我讲这个要小心 要避免不要落入成功神学 而是说很多的时候 神会祝福我们 神会帮助我们 并不是我们刻意要怎样 神帮助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生命自然的流露 当他们愿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神一定加倍祝福 阿们 现在的光景是怎样 他不是总经理 他总经理就是说 要请他为整个公司祷告 因为他是基督徒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 是靠我们嘴巴讲吗 还是靠我们的言行举止 听到不如行到 你行出来的时候 你周围的环境一定会改变 现在他办公室 有两位弟兄的家庭 愿意加入他的小组 因为他们看见 before跟after的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 我们属神的儿女 常常反思 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越来越像主耶稣 自然而来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 我们的救赎主 好品格是在讲什么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当我们在判断 他是不是假先知 或者是假教师 甚至是不是假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就看他结出来的果子 他的品格有没有这些样 解经家告诉我们 这里虽然有九种果子 可是是九种味道 一个果子 九种味道 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结出来的果子 我们就应该有这九种 讨神喜悦的味道 阿们 第二 是否效法基督活出主的样式 我在这里放这一段 其实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 无论你是小组长 你是带职的驱住 你是带职的驱墓 甚至全职的传道鸿工 我们真的是要来 跟我们自己常常说 我是效法基督的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说的 你们要效法我 就像我效法基督 跟各位诚实的报告 我不敢讲这句话 因为我里面还有很多的破口 还有很多 自残行贿的东西 我自己知道 但是我感谢神 我有一个心志 我希望有一天向主基督 阿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说 你看我 我变成基督徒以后 怎样怎样 讲这句话要小心 你是不是效法基督 还是他来效法你 然后你不效法基督 这个事情大调 对不对 他到了半天 他跟你跟到后来 他与天国无分 那他是被你挡在天国的门外 所以我们自己真的是要警惕 所以难怪主耶稣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你们要防备假教师 第三 这个人是否能说不能行 假冒为善 马太福音23章13节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跟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文士跟法利赛人很会说 可是他行出来的 不是发自他的内心 他很多的掺杂 很多的私心 他希望别人都捧着他 给他掌声 肯定他 供奉他 没有一样是和神的心意 因为他已经得了世人的奖赏 在天国他就无权跟无分 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所说的 我们能不能行出来 我们不要教导 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小组里面 教导他们做这个做那个 可是你自己从来做不到 要求别人很容易 要求自己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我们属神的儿女 要先从自己开始 阿们 第四 他是否传讲神全辈的真理 门徒要考察圣经 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假先知 假教师 甚至不合神心意的教会的领袖 他所传讲的 是不是全辈的真理 还是他所讲的 当然我自己常常 每一次要有场合 需要有一些分享的时候 我是恐惧战惊 我真的是生怕讲错 生怕所讲的是我自己的意思 生怕我讲的 我是断章取义 生怕我讲的是前言不达后语 然后我灵意解经 然后我把成功神学 很不经意的 灌在我的信息当中 甚至我讲一些不合神 圣经教导的心理学 那样子的话 我讲的是全辈的真理 所以勉励我们在座的 做领袖的 你有机会在牧养群羊的时候 你给他的粮草 是要干净的 是要符合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我高兴讲什么 就讲什么 不要把一些企业界的一些 或者是社会科学 管理学 心理学的东西掺杂进来 然后看到圣经的一段经文 就套用 其实每一节经文 上下文 甚至他当时的时空背景 都必须要讲究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其实特别提醒 加拉太的教会 其实他说我们 这个若有 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这个很严厉啊 其实大家如果看 使徒们的书信 无论是保罗 无论是彼得 无论是老约翰 全都在提醒 小心 教会里面有一端 就是假教师 假先知 传的不合神的心意的教导 那在这里 使徒行传十七章 十到十一节 这地方讲了一段经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 弟兄们 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 和希拉往皮里亚去 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咸于贴沙罗尼加的人 下面这一段话很重要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这地方的信徒不得了 他们听到 不是照单全收 他们是查考 他们要来考察圣经 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听到 我们要能够分辨跟查验 快过年了 每一次碰到快过年之前 就会看到社会新闻里面 就有什么 有假钞的出现 对不对 最近不是出现了个千元假钞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分辨假钞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要先充分认识真钞 对不对 才不会被以假乱钞 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 怎么样考察圣经 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一定要自己下功夫 读圣经 祷告 默想神的话 打好全被真理的基础 鼓励大家 快要放春节假了 在春节假的这段时间 好不好 用这十天 把登山保训 可以一遍 天国的大宪章 找一本好的试经书 摆在旁边 逐字逐几语的来对照 真正明白 什么是登山保训 将来别人讲登山保训的时候 结果讲的不是登山保训 是下山保训的时候 你就能分辨得出来 你讲的不对 圣经是一本 唯独圣经 马丁路德说唯独圣经 希望我们每一位 真是以圣经 作为我们的真钞 那张真正的钞票 好好的去啃它 把里面的亮光 成为你自己的知识 成为你的智慧 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刚才所谈的是第二段 其实第二段 我会给一个小节 主耶稣提防假先知 其实用白话文说 就是属神的儿女 要小心 不要被别人骗了 听懂吗 假先知 假教师 常常用了他们自己的包装 讲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话 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第三段 得永生进天国的拦阻 自以为是造成的蒙蔽与窒期 这一段讲得很长 重点就是 不是每个呼喊主名的人 都能够进神的国 这段新闻所提醒的 不要以为每周按时做礼拜 参加小组 固定奉献 就一定能够进神的国 千万不要只做一个基督教徒 而是真正要成为主的门徒 这种宗教徒可能只是 主耶稣的粉丝而已 他认识主 却不被主所认识 认识 他的原文的意思是 真实的认可跟满意 所以不认识 解经家的第一个解释 就是神不认可你所做的 他对你所做的不满意 这叫不认识 那另外一个解经家 他把这段解得更精致一点 他说不认识 是你跟神没有关系 英文叫做relationship 他认为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就很严重了 所以主耶稣在责备他们的时候 就是说你们这些恶人离我而去 恶人就是所做的 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叫恶人 那这些人说 我奉主的名 这个奉主的名 那个我奉主的名 做了很多事 可是却是被神所不认识 那这里我就会觉得 我们应该要思想 为什么这些人都觉得自己 做了很多事 为什么这些人都觉得 自以为是 可是神认为不是 我觉得他们对神 有错误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重新跟神来对齐 我们要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 而非按照自己的误解来定义神 有一些 以前我们在职场 碰到我们的同事 刚刚姓主 开心 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跟他传福音的那个人说 你病得医治 然后你这个升官发财 然后神还真的很祝福他 结果到了后来有一阵子 他诸事不顺 他就跟我说 他说Jerry 是不是我的奉献不够 我说你还去点光明灯呢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有些时候我们 我们一些 我们把他们带进来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牧养他们 教导他们 他们对神的认知 其实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们要真的认识神 神是爱 祂的旨意是永远是良善 都是与我们有益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然后第五点 神是公义怜悯慈爱 会管教祂所爱儿女的神 认识神永远是没完没了 我每一次都觉得 神又让我多认识祂一点 可能是借着环境 借着我所读的圣经的亮光 每一次都让我多认识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可能一直要到见主面 我才会真正认识祂 完整地认识祂 可是我在这里特别想提的 就是凡祂所爱的 祂会管教 在这里我们 以前在 就是说在带小组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声音说 你看那个谁谁谁 你看神都不管教祂 我那时候也很纳闷 也是一个基督徒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神没有管教祂 后来有一天我看一本书 是中马田写的 老一辈大概就听过 Martin Roy Jones 这位牧者 是英国非常有名的牧者 他就说 如果神没有管教 他应该第一个反应 他是不是神的儿女 哇 一语惊醒梦中的 把我吓了好大一跳 如果我们看一些人 他真的没有被神管教 讲真的 真的要为他担心 因为他将来 神真的是不认识他 那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呢 不要以为苦 被管教通常不好受 可是心里面有一丝的甜味 就是说 我还是神的儿女 Amen 只是我希望 神不要经常管教我们 那重点是 我们要越来越像神 对不对 第二 我们第一个认识神 第二个我们要跟神建立 真实亲密跟爱的关系 刚才的认识 可能停留在知识面 如果你不进一步跟神建立 亲密的 真实的爱的关系 你不读经 你不灵修 你不默想神的话 你不经历神跟你的互动 祂跟你没有关系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是紧密的连结的关系 阿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说到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并蒙 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显现也是 关系当中的一环 而且还是蛮重要 你读经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亮光 讲真的 我觉得 可能我们要 回过头来思想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不够亲密 还是我们读经的时候 神已经要跟我们讲话 我们匆匆读过 不去默想神的话 你的关系也很难建立 所以第二个要建立 与神真实亲密 跟爱的关系 第三个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经历了关系 接下来你问神 神会给你答复 神的旨意显明 像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到 一般性的旨意 无论是登山保训 无论是大诫命 无论是大使命 碰到一般性的旨意 我们只有三个字 要遵守 阿们 那个别性的旨意 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不要换工作 我们要不要进入婚姻 我们要不要怎样 我们要不要那样 还是这样 这种叫做个别性的旨意 我们要来验证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 或者我们自己的意念 跑进来 我们要分辨跟查验 到底这个意念 是从神来的 还是从我们自己来的 还是从鬼魔来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分辨跟查验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为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第四个 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 接下来很重要了 听到之外还要行到 要遵行神的旨意 要真心完成 他所托付的内容才算数 这节经文很重要 七章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下面这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旨意才能进去 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在这里两点的提醒 第一个人是看外面的行为 看外貌 神是看内心的动机 有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外面好像是遵行 可是里面没有遵行 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奉献到使徒彼得的面前 结果他撕藏了很多 在他们的自己的手上 而偏偏要说我都奉献 那这种很明显的 彼得就直接告诉他 你不是欺哄人 你是欺哄神了 所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是百分之百的遵行 不要有掺杂 不要有保留 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 你既然问神 神告诉你说要往左 你就不要挣扎 他既然旨意已经很明显了 他一定为你负完全的责任 因为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阿们 第二个 人外显得恩赐 不等于内在生命的成熟 这些人都说 我奉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 奉主的名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一个人外在所表现的敬虔 并不代表他属灵的生命 成熟到讨神的喜悦 阿们 结语 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为得胜者 前面讲了三段 第一段进窄门走小路 第二段不要被别人骗 第三段不要骗自己 比较容易记 第三段的意思就是 不要呼喊主民呼了半天 你是自己在骗你自己 所以到了第四段 登山宝训下山之前 主耶稣最后的一段话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阿们 各位不但要听道 更是要行道 在新的这一年里面 我真是巴不得 我们大家来读经 来亲近神 把我们跟神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紧密 更加充满爱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 得胜的 这是主耶稣的话 得胜的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我们要进窄门 我们要走小路 我们成为得胜者 阿们 最后 新年新智 今年刚开始 我们要进窄门 走小路 而不要进宽门 走大路 我给我自己定了 五个同的目标 如果大家也阿们 如果大家也认同 就在我念完每一个阿拉伯字 后面那段文字的时候 你们就大声喊阿们 好不好 第一个 与主同在 而不要与世俗为由 第二 要与主同心 而不是私心自用 第三个 与主同行 而不是偏行挤路 阿们 第四个 与主同工 而不是任意妄为 阿们 第五个 与主同乐 而不是哀哭怯齿 阿们 感谢大家每一组 我们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也用我们这首诗歌 来回应神 这首诗歌 如果你们会唱 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了 可以叫做老龄良堂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真是将自己 再次托付在主的手中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每天 都每时每刻 都能够与你紧密的连结 我们也祝福我们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在2023年 靠主得利得胜 并且得胜有余 主啊 在2023年 我们许下一个心愿 就是来跟随你 主啊 无论面对怎样的难处 坚定不移的跟随你 在新的一年 我们要与你同战 我们要与你同心 我们与你同行 与你同工 最后我们与你同乐 主啊 愿你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 愿你的喜乐被满足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如今我们要散去 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将荣耀的掌声 归给我们的神 祝福各位弟兄姐妹 二零二三年 荆棋常开 阿们 阿们 多、kas 姚 靖靖 找谁 illustr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